金平梅原版第55回西门庆两番竞兽弹 苗圆外一诺宋歌童 却说仁医官看了麦西 依旧到厅上坐下 西门庆便开言道 不知这病症端得何如 仁医官道 妇人这病 原是场后不慎调理 因此得来 墓下恶路不静 面带黄色 饮食也没些要紧 走动便觉烦牢 医学生余见 还该谨慎保重 如今妇人两手麦西 虚而不识 暗之散大 这病症都只为火炎甘腐 土须目望 虚血忘形 若金帆不至 后便亦发了不的 说必 西门庆道 如今该用肾药才好 任医官道 只用些清活止血的药 黄薄 织母为君 其余再加减些 施下看住就好了 西门庆听了 就叫书童封了一两银子 送仁医官做药本 仁医官做谢去了 不一时 宋江要来 李平儿屋里肩服 不在话下 且说 西门庆送了仁医官去 回来与英伯爵说话 伯爵因说 今日早晨 李三 黄四走来 说他这宗香银子急得紧 再三央我来求歌 好歹哥看我面 接激他这一步吧 西门庆道 既是这班级 我也指得医你了 你叫他明日来对了去吧 一面让伯爵到小卷棚内 留他吃饭 伯爵因问 李贵儿还在这里住着厘 东京去的也该来了 西门庆道 正是 我仅等着还要打发他往扬州去 敢怕也只在早晚到也 说必 吃了饭 伯爵别去 到次日 西门庆衙门中回来 伯爵早已同李志 黄四坐在厅上等 见西门庆回来 都慌忙过来见了 西门庆进去换了衣服 就问月娘取出徐家讨的250两银子 右天对了250两 叫陈静静拿了 同到厅上 对于李三 黄四 因说道 我没银子 因应二哥再三来说 只得凑于你 我却是就要的 李三道 蒙老爹接济 怎敢迟言 如今关出这批银子 一分也不敢动 就都送了来 于是对收铭 千恩万谢去了 伯爵也就要去 被西门庆留下 正做的说话 只见平安儿进来报说 来保东京回来了 伯爵道 我昨日就说也该来了 不一时 来保进到厅上 与西门庆磕了头 西门庆便问 你见敌爹吗 李贵姐事情怎样了 来保道 小的亲见敌爹 敌爹见了爹的书 随即叫长班拿提尔 与朱太尉去说 小的也跟了去 朱太尉亲吩咐说 既是太师府中分上 就该都放了 因是六皇太尉送的 难以回他 如乃未道者 据免提 已拿到的 且奸歇时 他那关系 有头没尾 等他向坦歇 也都从轻处 就是了伯爵道 这等说 连其香儿也免提了 造化了这小淫妇儿了 来保道 就是祝爹他美 也只好打几下罢了 醉 料是没了 一面取出 敌管家书地上 西门庆看了说道 老孙与祝麻子 做梦也不晓得 是我这里人情 伯爵道 哥 你也只当基因之罢了 来保又说 敌爹见晓得去 好不欢喜 问爹明日 可约老爷去上寿 晓得不好回 说不去 只得答应 敢要来也敌爹说 来走走也好 我也要与你爹会一会 离 西门庆道 我倒也不曾打电字去 既是这等说 只得要去走糟了 殷吩咐来保 你辛苦了 且到后面吃些酒饭 歇息歇息 时一两日 还要赶到扬州去离 来保殷诺去了 西门庆就要进去 与李贵姐说之 向伯爵道 你坐着 我就来 伯爵也要去寻李三 黄四 成姬说道 我且去着 再来吧 一面别去 西门庆来到月娘房里 李贵姐已知道信了 忙走来与西门庆 月娘磕头 谢道 难得爹娘费心 救了我这一场大祸 拿什么补报爹娘 月娘道 你既在咱家那一场 有些事不与你处处 却为着什么来 贵姐道 俺便赖爹娘可怜救了 只造化其香儿那小淫妇儿 她甚相干 连她都饶了 她家赚钱赚超 带类俺们受惊怕 俺美道还只当替她说了个大人情 不该饶她才好 西门庆笑道 真造化了这小淫妇儿了 说了一回 卦姐便要辞了家去 道 我家妈还不知道这信力 我家去说声 免得她记挂 再同妈来与爹娘磕头吧 西门庆道 也罢 我不留你 你且家去说声着 月娘道 贵姐 你吃了饭去 贵姐道 娘 我不吃饭了 一面又拜词西门庆与月娘众人 临去 西门庆说道 事变完了 你今后 这王三官儿也少招揽她了 贵姐道 爹说的是什么话 还招揽她咧 再要招揽她 就把身子烂化了 就是前日 也不是我招揽她 月娘道 不招揽她就是了 又平白说是怎的 一面叫轿子 打发贵姐去了 西门庆应告月娘说 要上东京之事 月娘道 既要去 需要早打电 省得临时猝忙猝急 西门庆道 蟒锦绣 金花宝贝 上售礼物 据已完备 倒只是我的行李 不曾整备 月娘道 行李不打紧 西门庆说必 就到前边 看李平儿去了 到次日 坐在卷棚内 叫了陈静记来 看着写了蔡玉使的书 交雨来宝 又与了她盘缠 叫她明日起早 赶往扬州去 不提 疏忽过了数日 看看与蔡太师 受担将近 只得择了吉日 吩咐秦童 戴安 书童 话童四个小厨跟随 各个收拾行李 月娘同御楼 金莲众人 将各色礼物 并关带衣服应用之物 共装了二十余扛 头一日晚夕 妻妾众人摆设酒窑 和西门庆送行 吃完酒 就进月娘房里素歇 四日 把二十扛行李 先打发出门 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 让经过异地 起司马迎送 各个停荡 然后进李平儿房里来 看了光歌儿 与李平儿说道 你好好调理 要要 叫人去问任 衣官讨 我不久便来家看你 那李平儿隔着泪道 路上小心保重 直送出厅来 和月娘 御楼 金莲打伙儿 送了出大门 西门庆成了梁教 四个小丝齐了头口 望东京进发 以李行来 免不得朝登子墨 夜宿游庭 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 相遇的无非都是各路文武官员 进京庆贺受担 生成扛不计其数 约行了十来日 早到东京 进了万寿城门 那时天色将晚 赶到龙德街牌楼底下 就投迪家屋里去住些 那迪管家闻知西门庆到了 忙出来迎接 各许寒暄 吃了茶 西门庆叫戴安将行李一一 交盘进迪家来 迪迁交府干收了 就白酒和西门庆洗尘 不一时 只见提西关桌上 摆上真修美未来 只好没有龙肝奉随罢了 其余斑斑俱有 便是蔡太师自家受用 也不过如此 当值得拿上酒来 迪迁先低了天 然后与西门庆拔斩 西门庆也回敬了 两人坐下 糖果暗酒之物 流水也四地将上来 酒过两旬 西门庆便对迪迁道 学圣此来 但未与老太师庆寿 聊备些威礼 孝顺太师 想不见阙 只是学圣久有一片养高之心 欲求庆价欲先禀过 但得能拜在太师门下 做个干生子 便也不枉了人生仪式 不知可以齐口吗 迪迁道 这个有何难哉 我们主人虽是朝廷大臣 却也极好奉承 今日见了这般胜礼 不为拜做干子 定然允从 自然还要生选官爵 西门庆听说 不胜之喜 引够多时 西门庆便推不吃酒了 迪管家道 再请一杯 怎得不吃了 西门庆道 明日有正经事 不敢多饮 再次相劝 只又吃了一杯 迪管家赏了随从人酒时 就请西门庆到后边书房里安歇 排下暖床消账 银沟紧背 香喷喷的 一般小厮服侍西门庆脱衣上床 独宿西门庆一生不惯 那一往好难挨过 八道天明 正待起身 那迪家门户重宠掩着 直挨到四排十分 才有个人把钥匙一路开疆出来 随后才是小厮拿手金香汤进书房来 西门庆梳洗完毕 只见迪管家出来和西门庆私见 坐下 当值的就拖出一个珠红盒子来 里边有三十来样美味 一把银壶蒸上酒来吃早饭 迪迁道 请用过早饭 学圣先进府去和主翁说之 然后庆家搬礼物进来 西门庆道 多劳费心 酒过数杯 就拿早饭来吃了 收过家活 迪管家道 且全坐一回 学圣进府去便来 迪迁去不多时 就忙来家 向西门庆说 老爷正在书房书洗 外边满朝文武官员都伺候拜授 为得司建立 学圣已对老爷说过了 如今先进去拜喝吧 省得住回人杂 学圣先去奉后 庆家就来罢了 说必去了 西门庆不胜欢喜 便叫跟随人 拉同迪迦几个办当 先把那二十扛金银断匹 抬到太师府前 一行人应声去了 西门庆及官代 成了教来 只见乱哄哄 挨肩擦背 都是大小官员来上售的 西门庆远远望见一个官员 也乘着教进隆德方来 西门庆仔细一看 确认的是故人扬州苗园外 不想那苗园外也望见西门庆 两个同下叫作一 去说杭温 原来这苗园外也是个财柱 他身上也现作着散官之职 向来结交在蔡太师门下 那时也来上售 驾遇了故人 当下 两个忙匆匆路次话了几句 问了御处 分手而别 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 但见 堂开绿叶 隔起灵烟 门前宽措看悬马 法月为俄好树旗 锦绣从中 封送到画眉生巧 金银堆里日映出奇数花香 左右活屏风 一个个宜光红浮 满堂死宝丸 一件件桌顶商仪 试挂明珠十二 黑夜里何用灯游 门营珠旅三千 白日间进阶明示 九州四海 大小官员都来庆贺 六部尚书 三边总督 无不低头 正是 除却万年天子贵 只有当朝宰相尊 西门庆宫伸进了大门 敌管家接着 只见中门关着不开 官员都打从脚门而入 西门庆便问 为何今日大事 却不开中门 敌管家道 中门曾经官家行刑 因此人不敢走 西门庆和敌迁进了几重门 门上都是五官把守 一些儿也不混乱 见了敌迁 一个个都欠声问管家 从何处来 敌管家答道 舍亲打山东来拜授老爷的 说罢 又走过几座门 转几个弯 无非是画洞凋梁 金章甲地 隐隐听见古月之声 如在天上一般 西门庆又问道 这里民居隔绝 那里来的古月喧嚷 敌管家道 这是老爷交的女月 一般二十四人 都晓得天魔舞 霓裳舞 观音舞 但凡老爷早善 中范 夜宴 都是奏的 如今想是早善了 西门庆听言未了 又鼻子里觉得异乡复复 月声一发近了 敌管家道 这里与老爷书房相近了 脚步而放松些 转个回廊 只见一座大厅 如宝殿先弓 厅前先贺 孔雀种种真琴 又有纳琼花 唐花 佛桑花 似时不屑 开得闪闪烁烁 应接不暇 西门庆还未敢闯进 叫敌管家先进去了 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 只见堂上虎皮胶椅上 做一个大型红蟒衣的 是太师了 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 一个个都是公样装束 执巾执衫 捧拥着她 敌管家也站在一边 西门庆朝上拜了四拜 蔡太师也起身 就容丹上回了个礼 这是初相见了 落后 敌管家走进蔡太师耳边 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 西门庆理会的是那话了 又朝上拜四拜 蔡太师便不打理 这四拜是认干爷 因此受了 西门庆开言便以父子称呼道 孩儿没嫩孝顺爷爷 今日华诞 特备得己见非仪 聊表千里额毛之意 愿老爷受比南山 蔡太师道 这怎的生寿 便请坐下 当值得拿了把椅子上来 西门庆朝上坐了个一道 告坐了 就西便坐地吃茶 敌管家慌跑出门来 教台礼物的都进来 须余 二十扛礼物百列在街下 揭开了凉香盖 盛上一个礼物 大红蟒袍一套 官绿龙袍一套 汉井二十匹 蜀井二十匹 火焕布二十匹 西洋布二十匹 其余花束尺透共四十匹 诗满玉带一围 金香其南香带一围 玉杯西杯各十对 试金攒花绝杯八支 明珠十颗 又另外黄金二百两 送上蔡太师坐至建礼 蔡太师看了礼物 又瞧见台上二十来扛 心下十分欢喜 说了声多谢 便叫敌管家收进库房去了 一面吩咐白酒款待 西门庆因见他忙冲冲 就起身辞蔡太师 太师道 既如此 下午早早来吧 西门庆又坐个一 起身出来 蔡太师送了几步 便不送了 西门庆依旧和敌管家 同出府来 敌管家府内有事 也坐别进去 西门庆竟回到敌家来 脱下棺带 已整下午饭 吃了一顿 回到书房 打了个盹 恰好蔡太师拆设人 邀请复习 西门庆卸了些扇金 着先去了 即便重整棺带 又叫戴安封下许多赏风 坐一拜辖城了 跟随着四个小厮 傅城叫旺太师府来 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 各个请酒 自次日为始 分座三庆 第一日是黄金内向 第二日是尚书险要 衙门官员 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 只有西门庆 一来远客 二来送了许多礼物 蔡太师道十分欢喜 因此就是正日独独请她一个 见西门庆到了 忙走出宣夏相迎 西门庆再次谦逊 让爷爷先行 自家驱着背 轻轻跨入坎内 蔡太师道 远劳驾从 又损龙遗 今日略作 少表微尘 西门庆道 孩儿待天屡地 全赖爷爷红福 些小敬意 何足挂怀 两个庸庸笑语 真似父子一般 二十四个美女 一起奏乐 俯干当指的真上酒来 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拔斩 西门庆立词不敢 知领地一展 立颖而尽 随即做了捉席 西门庆教书童 取过一支黄金桃杯 针上一杯满满走 到蔡太师席前 双膝跪下道 愿爷爷千岁 蔡太师满面欢喜道 孩儿起来 结果便饮个完 西门庆才起身 依旧坐下 那时向府华言 真奇万壮 都不必说 西门庆指引到黄昏时候 拿赏封赏了朱植一人 才坐谢告别道 爷爷贵荣 孩儿就此叩谢 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 出了府门 仍到狄家安歇 次日 要拜苗园外 卓戴安跟寻了一日 却在皇城后 李太监房中住下 戴安拿着帖子通报了 苗园外来出营道 学生正想个知心朋友讲讲 恰好来得凑巧 就留西门庆炎炎 西门庆推却不过 只得变住了 当下山摇海错不计其数 又有两个歌童 生得眉清目秀 顿开喉音 唱几套曲儿 西门庆指着戴安 秦童向苗园外说道 这般蠢才 只会吃酒饭 怎得比的那两个 苗园外笑道 只怕服饰部的老先生 若爱时 就送上野河南 西门庆牵械 不敢夺人之好 引道更深 别了苗园外 依旧来狄家些 那几日内相府管事的 各个请酒 留连了八九日 西门庆归心如见 便叫戴安收拾行礼 狄管家苦死留住 只得又吃了一吸酒 重续殷亲 极其眷恋 次日早起辞别 望山东而行 一路水速风餐 不在话下 且说岳娘家中 自从西门庆 往东京庆寿 姊妹美望眼巴巴 各自在屋里 做些真指 通不出来闲耍 只有潘金莲 打扮得如花似玉 乔母乔样 在鸭并火里 或是拆眉 或是抹牌 说也有 笑也有 狂地偷眉些橙色 嘻嘻哈哈 也不顾人看见 只想着与陈静记勾打 每日只在花园雪冬内 学来学去 只望一时凑巧 静记也一心想着富人 不时进来寻撞 撞见无人便调戏 亲嘴扎舌做一处 只恨人多眼多 不能尽情欢慧 正是 虽然未入乌山梦 却得时逢落水神 一日 吴月娘 孟玉楼 李平儿 同一处坐地 只见戴安 慌慌跑进门来 见月娘众人磕了头 抱到 爹回来了 月娘便问 如今在那里 戴安道 小的一路齐头口 拿着马牌先行 因此先到家 爹这时节 也差不上二十里远近了 月娘道 你曾吃饭没有 戴安道 从早上吃来 却不曾吃中饭 月娘便吩咐整饭伺候 一面就和六房姊妹同伙儿到厅上迎接 正是 诗人老去 阴阴在 公子归时艳艳忙 妻妾每在厅上等候多时 西门庆放到门前下轿了 众妻妾一起相迎进去 西门庆先和月娘寺见弊 然后孟玉楼 李平儿 潘金莲 依次见了 各续寒温 落后 书童 琴童 话童也来磕了头 自去除下吃饭 西门庆把路上辛苦并到狄家住下 赶蔡太师后请请酒 并与内向日日吃久事情 贝戏说了一遍 一问李平儿 孩子这几时好吗 你身子吃的任医官药 有些应验吗 我虽则往东京 一心指调不下家里 李平儿道 孩子也没甚事 我身子吃药后 略觉好些 月娘一面收好行李 及蔡太师送的下城 一面做饭与西门庆吃 到晚又涉酒和西门庆接风 西门庆晚西就在月娘房里歇了 两个是酒汉冯甘雨 他相遇故知 欢爱之情 据不必说 次日 陈静记和大姐也来见了 说了些店里的账目 英伯爵和常志杰打听的来家 都来探望 西门庆出来相见壁 两个一起说 哥一路辛苦 西门庆便把东京复利的事情 及太师管带勤奋 被细说了一遍 两人只顾称献不已 当日西门庆留二人吃了一日酒 常志杰临起身向西门庆道 小弟有一事相求 不知哥可照顾吗 说着 只是低了脸 半寒半吐 西门庆道 但说不妨 常志杰道 时未住的房子不方便 但要寻间房子安身 却没有银子 因此要求哥周济歇儿 日后少不得加些利钱送皇哥 西门庆道 相处中说胜利钱 指我如今茫茫的 那套银子 且带航伙及货船来家 自有个处 说吧 常志杰 因伯爵作谢去了 不在话下 且说苗园外自与西门庆相会 在酒席上把两个歌同许下 不想西门庆归心如见 不曾别的他 静自归来 苗园外还到西门庆在京 差办当来狄家问 才晓得西门庆家去了 苗园外自想到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我寄许了他 怎么失信 于是叫过两个歌同吩咐道 我前日请山东西门大官人 曾把你两个许下他 我如今就要送你到他家去 你们早收拾行李 那两个歌同一起贵告道 小的美服饰的园外多年 园外不知费尽多少心力 教得安美这些难取 却不留下自家欢乐 怎得到送与别人 说罢 扑速速掉下泪来 那园外也觉惨然不乐 说道 你也说的是 咱何苦定要送人 只是 人儿无信 不知其可也 那孔圣人说的话怎么为的 如今也由不得你了 带咱修书一封 差人送你去 叫他好生看去你就是了 两个歌同围绕不过 只得应诺起来 苗园外就叫那门管先生 写着一封书信 写那相送歌同之意 又写个李丹儿 把些尺头书怕疯了 差家人苗石积书 护送两个歌同往西门庆家来 两个歌同撒泪辞谢了园外 翻身上马 以李同望山东大道而来 有日到了清河县 三人下马访问 一直进到县排放西门庆家府里头下 却说西门庆自从东京到家 每日忙不迭 送礼的 请酒的 日日三鹏四友 以此竟不曾到衙门里去 那日稍嫌无事 才到衙门里声唐画卯 把那些借到的人犯 同下提行一一审问一番 审问了半日 公事毕 方成了一城梁教 几个老子喝道 簇拥来家 只见那苗石 与两个歌同 已失后的久了 就跟着西门庆 的轿子随到前厅 跪下柄说 小的是扬州苗园外 有书败后老爹 随将书并礼物呈上 西门庆连忙说道 请起来 一面打开 腹起 细细看了 见是送他歌同 心下喜之不胜 说道 我与你原外意外相逢 不想就蒙你原外情投意合 酒后一言 就果然相赠 又不但千里送来 你原外真可谓千金一诺矣 难得 难得 两个歌同重新走过 又磕了四个头 说道 园外这小的们服侍老爹 万求老爹轻木 西门庆道 你起来 我自然重用 一面叫白酒饭 管带苗石并两个歌同 一面整半厚礼 凌罗细软 修书答谢园外 一面就叫两个歌同 在于书房伺候 不想 韩道国老婆王六儿 因见西门庆事忙 要时常通个信 没人往来 算计将他兄弟王晶 才十五六岁 也生得清秀 送来服侍西门庆 也是这日进门 西门庆一力收下 也叫在书房中伺候 西门庆正在听上分波 呼伯爵走来 西门庆与他说 至苗园外 送歌同之事 就叫戴安 里面讨出韭菜而来 由他做 就叫两个歌同 来唱男曲 那两个歌同 走进席前 病足而立 手执弹板 唱了一套 心水令 小圆昨夜放江梅 果然是响恶行云 调成白雪 伯爵听了 欢喜地打爹 赞说道 歌的大福 偏有这些妙人 而送将来 也难为这苗园外好情 西门庆道 我少不得寻众里达他 一面又与这歌同 起了两个名 一个叫春红 一个叫春艳 又叫他唱了几个小词儿 二人吃一回酒 伯爵方才别去 正是 风花弄影新英传 据是眼前歌舞人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